喜欢书法的朋友要注意了 从即日起在花莲县美术馆的中庭市展出了 罗浩泉墨兰雅吉的师生连展活动 展出罗浩泉老师和七位学生 50多位的书法作品 内容包含了楷书、历书、行书、草书和传书等书体 展出到8月30号为止 欢迎喜好书法的朋友前往欣赏 罗浩泉墨兰雅吉师生连展 15日在花莲县美术馆中庭展出 上午举行开幕茶会 吸引许多对书法艺术爱好者共襄盛举 罗浩泉老师希望能为花莲的书法艺术发声 让大家了解书法艺术之美 为这历久不衰的中华文化背书 让书法艺术应用在生活当中 恭喜浩泉还有我们所有的老师 今天在文化局 让我们文化局这边能够一声慧光 在这个中庭的展场 看阳光这样撒下来 大家的大作都特别出色 那其实未来还是希望把大家的作品 带到外面去 所以文化局明年就是在三月到四月 会在博富纪念馆 为所谓爱好花莲书法的好友 在博富纪念馆办的花莲看问大展 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但是在这里我仅代表 类似参展的所有的同学 将各位来自身的资产 一举共产 谢谢 本展为罗浩泉老师和七位学生的书法作品 内容包含凯莉 行草及咒传等书体 共继五十余见 整期之八月三十日 欢迎喜爱书法的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蒋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